Hello,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和鬆他的Channel 我們前幾天拍了一條影片 講關於有一個兒嬰的香港人家庭 因為太太患了產後抑鬱症 然後去GP求醫 然後怎知道GP介入了找了社工去拍門 要求帶她的BB去驗傷 還帶了警察來 也要求爸爸馬上放下所有工作 然後兩星期二十四星期全天後陪著太太和BB 如果不是,社工服務員會有機會帶走她的BB 說明一定會這樣做 所以她在迫於無奈下完成了這個指示 上次我們說到她完成了指示之後 整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也沒有人去跟進 我記得上一集可能漏了一件事 就是之後的太太怎樣 其實是有後續的 就是那個太太繼續去找GP去看醫生 醫生就安排藥給她 逐步逐步減藥等等 那托賴最後她也是完全康復了 現在是處於一個正常的狀態 那這一件case 那這一位事主 之後我也有再跟她溝通 那她就說她自己來了英國兩年 那托賴在適應方面其實現在已經是OK的了 那不夠膽說是所有東西都一帆封信 但是她說她暫時在英國遇到的人和事 其實都不錯 她也都覺得很感恩 也都感受到其實大部分的英國人 以她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說 她覺得是很善私又很真誠的 這個某程度上我覺得是真的 因為我在看GP的時間 即使你說很難預約 或者你可能懷疑她究竟有沒有料到 諸如此類都好 其實她花在你的時間是很久的 或者我跟我爸爸媽媽去看病的時間 或者是跟親戚去看病的幫你翻譯 其實她用的時間是久很多的 我和我家人在香港的公立醫院有看過醫生 在英國的公立醫院有看過醫生 香港是真的5至10分鐘就不敗了 是啊 那在英國呢 她會隨時花半個小時 至少半個小時的session 是和你慢慢去講 甚至乎和你閒聊都有的 很難想像在香港的病人和醫生在閒聊 你不會有這樣的時間 這個當然不怪醫生 因為你香港那個壓力太大 太大量的需求 我們也看過很多一些紀錄片 醫生的工作量很大 所以是情有可原的 但這個是她自己感受到的不同的分別 而且她說如果你這些有情緒病的經歷 譬如你在香港看醫生的話 她說知道通常看完普通科 就會轉介你去這個精神科才再跟進 那你可能要排期再排期 但是她說在英國看GP 她會即時有一份關於這個病的問卷給你去做 你做完立刻確診就立刻開藥了 就好像你看著雙風感冒那樣 一驗到你真的有Flu 那我就開藥給你 然後每個月回去覆診一次 接著每個月逐次的劑量就開始逐漸遞減 直到你停藥半年之後完全康復了 那整個療程就叫做完結了 那她個人感覺在這方面 其實效率可能反而還會高了 但是她一直都覺得這件事 今次這個社交服務介入 想要拿走她的嬰兒這件事 對她來說是一件 永世難忘的一個很大的打擊 還有她覺得當時那個社工的面子 她自己的感覺很難看很不舒服 就是她怎麼不需要這麼不友善的狀態下 去指示去做這件事 那她後來也有補充到 她很記得那時候在跟社工說 因為她要安排她兩個星期不在那上班 那她怕沒有了份工那些 那她問可不可以 就是再問多兩句 我會不會可以找個親戚 或者朋友來去代替她先看著 那跟著她說 社工當時是沒有直接回應她可以和不可以的 只是跟她說 如果你現在不合作的話 我們就可能會報警處理 那她就有一種感覺是 大石窄死蟹 還有 由於沒有人跟她說過 究竟她是已經完成了 還是要繼續去觀察她太太要留在這裏 所以變了她 都不是很知道 究竟她向女老闆請假 什麼時候才完結 就是這件事 那怎樣才叫完了呢 那她的資料是不是closed 再說即使到今時今日呢 那她自己都是不清楚這件事的 因為她怕她又再上班了 然後她又再來的話 又再來多一次 那她到時怎麽再請假 就是她就怕有這些事件會發生 再加上呢 她太太在這一個過程裏面 就感覺到很自責 因為她覺得 是自己可能她處理得不好 她說得不好 表達得不好那樣東西 而製造了一個很大的麻煩給全家人 但是呢 又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去幫到手 去改變那件事 那但是呢 始終呢 這一位香港人呢 也都是 即是 即是 即是以分享她這個故事來講 她也都帶出一個重要的訊息 就是她覺得 精神的健康呢 和本身身肉體上的健康呢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就不要說 是怕說你有精神的問題 即是怕麻煩 是的 你就不去醫 那始終她得出的結論 你仍然都需要是去醫治的 只不過她覺得 這個程序和過程上呢 令到她有一些不安 和她帶給她太太一個 可能更加大的壓力 那這個呢 就是這一位事主 我之後和她後續的一些對話 即是 Cover了她的整個心路歷程 當然呢 我們可能中間有些細節 就是她的太太 怎樣向醫生表達那件事 醫生是怎樣從而判斷她 要去找社交服務呢 因為有些 有一個專業的人士都說 她可能是 醫生找到一些東西都不出奇 那我已經Cover了 病人方面的角度 那所以呢 因為我上一集 已經有說過我們 是有認識到一位的觀眾 她是一個專業的 Social Service 的 Child Care Service 裏面做的人員 那我就把這一堆的問題 就直接問她 問了她 直接問她 那她很好人 她很詳細 耐心地 就回覆了我很多的答案 那現在 令到我整件事的思維清晰 就是比較清晰一點 我也都想希望趁這次的機會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從一個專業的社工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究竟又是怎樣的呢 那麽由於呢 就是最近發生了 Leads那件事件 那麽有個 整家人 那些小朋友 全部被人 五個被人帶去 這個Social Service 拿走了 那引起了一個社會的功分 甚至乎有騷亂 那一路持續的 幾天都有相關的報道 甚至乎香港人 也有做一些專題的題材 說那個地方 原來這個區 就是比較雜少少的 那麽 而且他們可能之前呢 也都有做過一些傷害了小朋友的事等等 就是 對錯暫時是很難從一個旁觀者去理定 因為始終資料太少了 但是也都跟這一宗 我們講的香港人這個case呢 其實某程度上 性質是類似的 但是又不可以說完全一樣的 因為這次這個是自己報上去 但是都是因為 去了NHS的體制 突然間 NHS的人員找人來加入 就導致到 後面所發生的事了 大家 兩件事一個觀感上面 以那個當事人角度來講 都是不太好 但是究竟 是不是Social Service 就是惡魔魔鬼 他就會 是用盡辦法去拿你的小朋友 甚至乎有些人會說 不是Social Service 他們好像抄牌佬那樣的 有Quota的 他就是要 拿到你小朋友 才叫他交到差 交到功課 那這些是不是真實的東西呢 根據我問的這位 專業的社工來說 他說首先 如果有人向警方 或者是社工 就是投訴 報告有關 可能虐待兒童 包括無論是身體 還是心理上 或者是疏忽照顧 譬如就好像 Leitz那個個案那樣 醫生如果 覺得是有可疑的話 他們就會交給社工 那就是一個分工來的 就正如我們上次所說 醫生負責醫病人 社工就負責處理 會不會傷害到 其他未成年的小朋友呢 這個是一個分工 那為什麼醫生 會在不通知病人的情況下 去做這件事呢 那就等於是好像 你銀行不會去通知你 money laundering 一樣 即他懷疑你去做那件事的話 他就會先報定案 因為這個是醫生的責任 即是在他職責裏面 如果他發現有可疑的這些事件 他是必須要上報 所以你首先要理解明白 醫生為什麼會背著你去做這件事 因為是他職責所在 第二就是防止 有人去 隱藏他們這些行為 所以 為什麼社交服務是會 突然之間拍門 突然之間上來呢 就是不希望你有所事前做好準備 即譬如你可能 你不是有時候看那些電影呢 那些美國電影 哇 那個爸爸不知道怎樣 收埋了那個 捉了那些小朋友 收埋了那個地牢十幾二十年那些 那你趁他有準備的時候 才來家訪的話 那他不是每次都 好像完全沒事那樣 是的 甚至我聽過有些新聞是 說整家人做那些YouTuber的 哦 美國那個 好像很健康很快樂很幸福家庭 但原來全部的年輕人都是被迫的 即是他就是怕你會早有準備 所以才突然間去做這件事 這個就是 社工的角度解釋 他這樣說完 我覺得 又合理很多 因為你作為一個事主 你很難可以代入他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 他說當社工收到這些個案之後 他們是會有一個分流的部門 就負責Initially去看一看 初步評估一下那個Case 究竟是不是一些嚴重有傷害性的 還是沒有即時危險的等等 然後才再分配到下面的部門 他說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一些偶發性的 即是可能那件事未必一定是持續進行 即是可能一次半次被人見到 然後有人投訴 社工就要去跟進那個Case 這些通常就是短暫有社工去跟進他的個案 就會交由一條隊 就叫做 Child in Need的社工去進行跟進的 這些社工他們首先會定立一個Safety Plan 然後就會要求那個事主 就去跟著這個Safety Plan去做 但這個是一個自願性質的 即是說如果家長不願意的話 而那個青少年那個兒童 是也沒有一個顯著的危險問題的話 那麼社工就沒有辦法跟進的 即是就算他們想跟進也好 因為沒有即時的危險性 不覺得那個小朋友會受到傷害 那些他就沒有辦法去跟進 但是這些通常一般 就可能每六個星期就review一次這樣 然後就每個月可能會有一次的探訪 去確保那家人是有跟這些Safety Plan去做 盡量要求他們做 第二類的評估就是一些比較嚴重的個案 譬如是可能有打他或者是罵他 是有創傷症 有精神創傷或者是肉體上的創傷這些 就會交給一個叫做 Child Protection Team去做 而他們也都不是自願性質的 他們同時之間會制定Safety Plan 但是這次的Safety Plan 就一定要你follow的 OK 每一個不同的獨立的Case 那個社工都可能會因應不同的情況 而去制定一個專門提供 那個Case而設的Safety Plan 所以就沒有特定每一個Safety Plan 適用了全部Case 不會是這樣的 這次香港人的事件 就有機會就是這個 Child Protection 是第二類的個案 一定要跟進的 根據這位社工的說法就是 可能醫生在檢查那個小朋友 或者是從他的母親的口中得知到 一些information 可能真的有傷害過小朋友 因為他說他有這樣的慾望 但是作為醫生可能未見到小朋友 我怎麼知道他是真還是假呢 是 你是說謊話 你說你沒有傷害過 其實可能傷害了 不過小小你當沒有這樣呢 所以就才找社工介入 然後就要求一定要拿去驗傷 是 然後就因為根據那個社工 看到驗完傷可能沒什麼大礙 但是你可能有這個傷害的傾向等等 可能已經屬於一個較嚴重的Case 而他就即時跟他制定了一個 要他兩個星期內 那個爸爸是要24小時 盯緊他們 這樣的一個Safety Plan 就一定要他去執行了 而這個就不是自願性質的 那這一類安排 通常就不會六個星期會檢討一次 也都有機會是額外再安排一些家訪 那我就馬上問他 其實這個Case他說他不了了之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Open Case 還是Close File 那究竟 這個是不是你們正常的運作程序呢 那他說不是的 他說一般來說 至少打電話來跟你說 或者是家訪的時候跟你說 那個File已經Close了 不再跟你跟進了 或者是甚至是寫一封信給你 跟你說 你的Case現在怎樣完結了等等 那他說 他這個樣子完全不了了之 這個不是正常的做法 不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那他說個別事件 就不知道怎樣評論 我亦都再三問過 這位始終是真的沒有收過 他跟你說Close File 我說沒有 完全沒有這樣 那這個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他再三強調這件事 那我跟著又問他 有什麼情況下 他會真的拿走你的弟弟 因為他說 你不跟著我做 我就會報警 就會找人來帶走你的小朋友 等等 就令到家長很害怕 那件事 他說因為 他如果是被撥入了這些嚴重的個案 譬如這些叫做 Child Protection Case的情況 當時社工第一次去看 他就已經會去Assess那個家人 究竟會不會對那個小朋友 造成一些即時的危險 如果會的話 他就會再跟他那團隊的人 進行一個策略性的討論 去制定一個策略出來 去怎樣應付這個case 他說工作方向是怎樣 如果在危急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即時向警方 申請將那個兒童 移離那個家 就好像Lease的情況 是 可能那個就是社工去到 即時adjust到 他是有危險的 是 因為他可能情緒很激動 外面那些人又在那裡 整個situation就很危險 客觀角度來說 我看新聞就覺得已經很危險了 所以社工就為了 可能是 所有人的安全著想 他當時就已經決定了 立了決定就是要帶走他 而這個就是在他執行的權力範圍裡面 但是他說 一般這樣的情況下 他都不會說永久拿走你的小朋友 不給你 不是這樣的 他說應該大部分 就是有72小時的時間 可以暫時移開你的小朋友 讓他們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這樣 這個時間 社工就需要去搜集證據 這個搜集證據的過程 就叫做 Section 47 Enquiry 那就是多角度 向不同的專業人士 鄰居 其他這一家人的其他親戚 家人朋友 去詢問他們 去嘗試搜集一個比較完整些 關於這家人 平時怎樣照顧小朋友的一個 full picture 整個畫面 那就再看一下有沒有需要 那些小朋友可能是 暫時由其他的親人去看管 亦都Dependent他們的年齡 他們的BB可能比較難 十幾歲那些可能容易 而這個Section 47 Enquiry 如果是成立的話 就是最後是足夠證據 這一家人真的會危害小朋友 那他們就會決定是要移來個小朋友 那未的 因為這一刻就是 在未有任何第三方的人去判斷 究竟這個小朋友是需要永久移來 還是可以經過某一些康復recovery plan 給你還是怎樣 在這個情況下 他是處於一個 激流 類似激流的狀態 即是未判 究竟他是要移來 是的 這個這樣的情況 就要上庭了 即是他移來了 然後你就要安排 那個家長可能要找律師 去辯護 然後大家雙方去搜集 關於有利自己的證據 然後就放上庭那裏 就由法官去判決 那我又問他 是不是每次都搞到這麼大陣仗 一旦有人說介入 要社工那些 那你就一定叫警察 就去他家拍門 他說就不是的 depend on 那個case是一個什麼case 如果他歸類為這個嚴重的case 就可能會帶警察去 或者一些重犯的case 就會帶警察去 他說他自己做的 就未試過帶警察的 那所以呢 根據他的描述 我覺得這個香港人那個case 有機會就是被歸類了 被定為了一個嚴重的case 所以才會殺有戒事地帶警察去進行 那他說呢 通常初犯的話 S47就算成立都好 法官就算接納這個社工所提供的證據 那他們都會建議是有一些safety plan 給他 譬如是 可能是因為 瘀酒 可能要減少喝酒 或者是 戒毒 戒毒 都需要去觀察他 分不嚴重和嚴重的兩個等級 但是如果這個S47之後呢 判決都沒有改變 情況沒有改善的話 但是要觀察他一兩年 一兩年後都沒有改善了 甚至乎可能變本加厲的話呢 那法庭就有機會 是申請將那個小朋友呢 永久由其他人去領養了 都兩年時間的 所以就不是坊間所說 我就是一交差 就拿走他 然後就亂來 然後就扔給其他家庭 因為有其他家庭想要的小朋友 就不是這回事來的 那他們說呢 如果這個時間 真的永久地 剝奪了他撫養的權利的話呢 那家長每年呢 就只能是聖誕的時間 過時過節呢 交個禮物給政府 甚至是見不到的 由政府再轉交禮物 去到兒童的手中 那他們說呢 如果是短暫移走的兒童的話呢 那社工就會找一些 暫托的家庭的 即是那些 即是 temporary 即是 temporary 一些 foster parents 協助去照顧那些小朋友 那但是呢 這個途中也都會有 父母去探望探訪的安排 有些可能呢 就會是一些 指定的地點去做 譬如是一些 兒童的家庭中心 如果不是太嚴重的個案呢 就可能可以安排給他 去獨自去做這個探訪 看一場戲啊 吃個飯啊 帶去Fish and Chips啊 諸如此類都可以 但如果是有傷害性的話呢 那就可能要有這個 Social Worker Support Worker 這些在場呢 要看著他們 對 看著他們才可以 那這些全部都會列在 他們那個Safety Plan裡面的 那他說呢 其實香港人 或者華人的小朋友呢 是真的有機會 會被社工帶走小朋友的 他說 為什麼有一個勸喻 就是說 因為香港人的家長呢 有很多時候 以他所接觸的 就是會 有很多渴罵 和看罰小朋友 譬如我都講過了 我上次回香港呢 在機場見到那個老爸 你的兒子 我的兒子見到 兜巴就載到那個年輕人那裡 在西方社會是不能夠接受 這一點的 你就算在英國街上 其實也有見過的 有的 會有的 因為很難說 我也有見過 就不是說 局限於華人 但問題是 在香港就應該少一點 在香港就應該少一點 英國會有人出聲 在香港可以在機場 大庭廣眾都這樣 車下去都沒有人 有任何的反應 你的兒子很大反應 是呀 這個是那個分別來的 所以他說 勸勸大家 千萬不要 在做這些事情 不是說公開還是私 但是直接不要做這些事情 打他是沒有用的 因為 首先是沒有用 第二 他是不符合 西方人的價值觀 不是說西方沒有 有那些很明顯 就要 child in need 和child protection safety plan 等等 雖然那個事主 可能覺得無理 但是 社會的政府 不覺得是無理 覺得有必要 這樣去保護小朋友 所以 大家 這裡的勸喻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 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 他說在英國 不單止 是罵 看法 這些 是會被認為 認為需要 social service 解釋 他說就算你是說粗口 向小朋友說粗口 swearing at the children 這個 都是英國的社會 是不容許的 是的 是正確的 因為這樣 會對小朋友 造成一個 心理上的創傷 而且 英國 會有 諸事八卦的鄰居 是會因為這樣 而舉報你 而你 如果這樣 被舉報的話 可能連小朋友 自己都很錯愕 我爸爸經常在家裡說粗口 這樣 你很難界定 他是罵還是不罵 那些 所以大家 真的要小心 這個是一個 文化上面有分別的 香港人就會說 我小時候 誰還沒被老母親打過 誰還沒被罵過 不能夠再用這一套 直接 打在英國裏面 另外 他也說 就算沒有對小朋友出手 或者是罵他 打他 那些也好 但是如果小朋友 是跟了學校 或者其他人 說 家裡的家長 經常都吵架 吵架 甚至打架的話 社工 就是需要去介入 他說 作為社工來說 是 帶走小朋友 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 他最終目的 是希望小朋友 可以回到他的父母身邊 因為一來 對小朋友來說 始終是父母是最好的 第二 就是 如果你要永久移除他的話 過程是很複雜 很繁複 而且要花很多錢 政府是不希望 他花這麼多公帑去做這些事 所以 你應該說 有quota 是不正確的 因為 他們的目標 是盡量令到 那些小朋友 可以回到自己原生家庭 而不是強行帶走他 最好的安排 就是希望 他可以在本身的家庭裏面 健康 快樂成長 那我問他 因為他那個個案 這個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那個個案 是一個BB 那是不是因為BB 所以就特別嚴重 就是一個 變了child protection 要帶警察上門 那樣東西 那他說 某程度上是 但是他說 其實18歲以下 他全部都當是 很有需要的 就沒有特別分 說零至幾多歲 幾多歲至幾多歲 是有不同的執行方法 只要他那個 那個case 獨立的case 他認為情況是嚴重 他們就會 用這個child protection的 strategy 去做這件事 然後還有一個 最想問的問題 就是問他 其實為什麼 他們不可以很friendly 因為那個事主就說 那個樣子很冷酷無情 不是很想幫他 那樣的感覺 那樣子 他的答案 亦都是令我 仿然大誤 他說 他說 不是不想friendly 而是 他們的工作training 告訴他 他們 不可以太過friendly 為什麼 我聽了 為什麼 因為 他們進去 第一件事要做的 不是跟你去建立一個 一個關係 或者是一個溝通 他是要去首先去評估 你那個家的狀況 同不跟你溝通 是排第二位 第一位 首先他要去評估 你那間屋 裡面的環境 你們之間的互動關係 整個case 裡面的information 會不會對小朋友造成危險 造成威脅 這個是他第一件事要了解的 你的感受 是排在次搖 最重要 是那個小朋友 有沒有受到危險 因為他說 第二就是 他如果太過friendly 的話 有些家長會 不 take it seriously 不覺得是有些 有什麼嚴重性 特別是跟我閒話家常 我打他兩班 又如何 你不可以這樣 盡量不要 很friendly 那種的溝通語氣 他說 那件事 就不會令到家長覺得 他有即時需要 改變他現在的行為 重要性 所以 他們 不可以太過friendly 還有 他說 他們 會遇到很多 真的 兒童有危險的情況 也有些家長 會有所隱瞞 甚至乎 有些是重犯的 還有 在歐美 尤其是 西歐國家裡面 特別多的個案 是他有 染上毒癮 走癮 可能有 從事犯罪活動的背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要用一個很friendly的態度 去跟他溝通的話 他們根本不會當是一回事 又是 所以這個是可能 是香港人忽略了 未必會理解到的一個 背景上的差異 因為始終你在香港是較少一些 這樣的情況 他這樣解釋完之後 我就覺得這件事就非常合理 還有他們說 其實做他們社工這一行 是令到很多人會很敵視他們 因為對他們沒有一個了解 也都不清楚他們的動機 而傳媒很多時候為了賣報紙 就是他們會比較 挖眾取寵一些的一些標題 醜化他們 醜化了他們要做的事 多數都會說他們 是要強行帶走小朋友等等 否則可能會失去工作 但是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的 所以他有時候做的時間 都會有點無奈 這個就不僅是他說 我另外有一個觀眾 他之前都跟我 因為其他的事有溝通 他都是做這一行的 不過他就不在英國做 他之前在香港做 他說他都遇到同一個情況 就是大部分社會上的人 都會對他們有一個誤解 還有會敵視他們 因為他們是 會搶走了他的親人 所以普遍上會對他們有一種敵視 那我又問他 很多個案在Facebook上面 看到那些英國本地人說 他一拿走了那小朋友 那就要自己去付錢 花費百幾二百萬 都要請律師打官司 才能拿回來 傾家蕩產 所以變成他們沒有辦法 從一個正常的法律途徑 去爭取回撫養權 那這一位社工的觀眾 就說不是的 他說政府其實 是有一個list 給你免費選 我記得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英國是有一些法律援助的 你可以上去的list 那裡選擇 免費的他說 都不是客氣的 他說都頗厲害的 他說有些同事 都覺得上庭是一件 非常之有挑戰性的事 證明就算免費的律師 都不少東西 不是說只收錢就算了 所以不是坊間所說的 你一定要花費巨額的律師費 才可以爭取到大石砸死蟹 他說什麼就什麼 這就絕對不是一個真實的情況 另外順帶一提 他說有一點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如果一旦法庭判決了 那小朋友 是要被移離原生家庭的 要去出面寄養的 到那時候 那個父母的撫養權 就只有49% 而政府 就是有51%的撫養權 所以 你一旦跌入了這個 被他永久移離了 你的家庭的這個 situation 就是了 整體的操控權 就會落到政府 就像一家公司一樣 51%的撫養權 去了政府 那這位觀眾 很有心 就做了一個流程表 解釋整個流程 總共有三個選擇 當社工接到一些 專業人士 或者匿名的舉報的時間 就有三個選擇 第一就是 Child In Need 我們剛才說過 就是沒有那麼嚴重的個案 然後就是Child Protection Case 就是一些嚴重一點點的個案 另外第三種就是 Child Protection Order 直接 可能警察就已經介入了 這三種的途徑 你看到斜向上的戰罪 其實最終都有機會導致到 去到法庭那裏 需要判斷 你究竟是不是有資格 做他的父母 然後從而去判斷 你可不可以繼續撫養他 然後 最壞的 worst case scenario 就是會有一個 Adoption Order 就是永久地 是需要給其他人領養 或者是你之後再申訴 但是 反之其餘的兩個選項 Child In Need 也好 Child Protection也好 去到最後 都是可以去case close的 甚至乎你去到 這個法庭紅色 右手邊中間 那個box那裏 去到法庭hearing之後 如果我判斷是 你有改善的空間餘地 那他可能都會回去 Child Protection那些case 再跟那些safety plan進行 會議等等 之後是可以去到一個case close的狀態 就是可以 你繼續有回撫養權 如常生活等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screen cap這個圖 自己慢慢去看一下 裡面的詳細細節 但是大致上 整個英國的社工的流程 就是差不多了 最後要提到 根據這個 我們上次分享的 香港人的case 他說的確 醫生可能在解釋 或者之後 去幫他康復的狀態 那時候的服務 可能未是去到 很有人情 小故人情味 那個位 可能他需要 轉嫁一些counseling 去輔助他 都不出奇 但是這個可能是 醫生專業判決 可能他覺得 他當時只需要用藥物 就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有些可能不是的 再加上心理輔導等等 這個也很難就 我們知道的資訊 而去判斷 始終都是 醫生專業的判斷 還有他說 如果你對社工的工作 是有所不滿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 向該名社工的管理人員 去提出的 問那個社工的管理人員 的名字 和電話 就可以了 然後你直接 可以和社工的經理 去溝通這件事 他們是有 既有的程序 去進行一些評論的 是啊 因為曾經有觀眾 在我的影片留言說 雖然很感謝我分享 但是他覺得 你這樣說了事實出來之後 會不會嚇怕很多人 就算有情緒病 都不敢求醫 但是我覺得 你看一下 你怎樣去看那件事 如果你永遠都是 畏疾技術的 譬如好像 告訴你 如果你患有一個絕症 癌症 通常都不能醫 或者醫的過程很痛苦 那當你有那些精兆的時間 你就不去看醫生 那你始終有一天 你都要去面對那件事 是啊 因為如果你在病情輕的時間 你不去處理 到你病情嚴重的時間 可能那個情況是 你沒有辦法可以控制到 而你的先生 你家人 都沒有辦法控制到的情況下 所以我覺得 其實反而 這位香港人家庭的太太 不需要有任何的自責 因為其實她是做了一件正確的事 而政府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找社工來 去做這件事 叫她的先生 去24小時看著她 就是因為 社工的專業判斷 認為她有這樣的需要 否則會有可能 是造成一些家庭的悲劇 而這個媽媽 她所做出來 就是她去告訴醫生 而醫生再去叫社工隔入 其實整個就是 去為了保障這一家人 她的安全 而所做的一個行動 即是當你聽完 社工她的角度 出發點之後 你就會明白 其實這個是為了保護他們 不要受到Furder的傷害 無論小朋友也好 家長也好 大家不會有在進一步的傷害的情況下 他們必須要作出的一個行動 那當然 你說個別的事件 她那個處理的態度 手法的程序 是不是真的一個standardized的一個程序呢 裡面有沒有可以進步的空間呢 當然是有的 你說會不會有個別不公平的情況出現 或者是處理方法比較粗暴 那這些情況也都不能夠排除了 但是 你是不是因為有那些case 而這個正常的社工的程序 專業的介入 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或者要廢除它呢 我覺得就不是的 個別的其他case很難去評論 因為每一個都有不同 每一個situation 他們的對話 他們的處理方法決定 我們都很難可以逐樣細緻去分析 但是問題是 大家當現在了解深了 知道後續會發生什麼事 到了如果你家裏真的這麼不幸 萬一你是要去面對這些situation的 家裏真的有人有這些情緒病 甚至乎可能有瘤酒 濫藥 或者是暴力事件的出現的情況下 你會知道整個流程是怎樣去進行 你也會有多了的一重心理的準備 這個我覺得對於不熟悉這一方面的人來講 是有一個很關鍵的作用 對這個分享是很重要的 還有你知道移民英國的家庭 當你看完我們之前那一集說 那麼多香港人是有帶小朋友來英國的 那你一定有人是會遇到這些問題的 尤其是那麼多家庭在這裡的時間 再加上你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 你遇到很多的不適應文化的差異 你再加上突然間突如其來有個社工 你寧願你是完全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還是原來我也是對他這個流程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那我知道怎樣去改善我自己 從而可以令到我不會要去到上庭去 爭取我自己的小朋友的撫養權 我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你會比較容易去配合那件事 所以我希望這一集可以幫助到大家 在這一方面了解多些 Anyway 那這集節目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下集再和大家見 拜拜